教会呢,作为一个团体,存在在社会当中,一定会牵扯到两个大的问题 你们猜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是钱财的问题,一个是纪律的问题 教务人员呢,作为管理领导教会会晤的主要的人员呢 彼得会面对这两个实际又具体 有的时候呢,是很繁复,很伤脑筋的问题 把这个钱财的问题和这个纪律的问题处理得好 就会得出境教会 包括使得灵性的生活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处理失误呢 往往就会到满城风雨 削弱了教会的力量 如果说撒旦魔鬼在通往地狱的路旁 种满了诱人的花朵 那么在传道者的家门,以及指向教会的途中呢 他就挖掘了很多的暗坑 其中之一呢,就是令到教务人员受到钱财的诱惑 另外一个呢,就是叫信徒公开的犯罪跌倒 教会如果不能正确的处置这些问题呢 这就会大大的伪害了教会 特别是伪害了基督的圣灵的尊容 今天这课呢,就是讲到教务人员对待钱财和对待惩戒的问题 在这个钱财这部分呢 我们要提到关于管家的一个观念 以及对管家在钱财上的要求 和圣经当中正反两方面的势力 也要提到教会在今天社会 所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些方面 而在惩戒这一部分呢 需要看到圣经有关的论述 看到惩戒的必须和它的方式 以及惩戒的目的是什么 并且怎么样的防止过左和过右的权向 最后呢,我们也会谈一谈 在今天教会的生活当中 尤其需要注意的那些问题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部分 对于钱财的一个正确的处理 不论是对基督徒传道人或者是教会呢 都不应当把物质的财富呢 看作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虽然我要讲很可惜的 也很可怕 当今在这方面的试探的倾向呢 是很大 就是往往把钱财看得非得很重 而且看得是最重 不过,话虽然这样讲 也不能轻和关于钱财的问题 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大题目当中的一个 我们只是就钱财和传道者 和教母人人特别有关的方面 来看一下圣经的教导 对传道人唐主人来说呢 不外乎处理个人的钱财 以及公款 包括会众的捐款 前面的好像是私事 但实际上呢 和后面的好坏的影响呢 分不开 比如说一个个人 他开始是很挥霍的 你能够指望他处理公款的时候 很节约吗 有的时候表现得很吝啬的 很可能 但是呢 你说他清减的 就难了 个人生活上的乱用的 不正是形成了不少挪用 甚至于暴气 公款的事情吗 而一个物质上 常常资助感恩的传道者呢 也是能够 比较好的 面对着教堂经济的困境 并施法加以改善的 所以我要说 所有这些都是很明显的 我们说 传道人对个人钱财的处理 包括他对公款的处理 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讲一讲 关于这个管家的这个观念 在有关钱财上呢 圣经的前提是 上帝是物主 我们只是管家 在这种认识当中呢 我们自然就能够意识到 钱财的一种性能 钱财本身呢 不一定好 也不一定坏 它是取决于 怎么样得来 怎么样使用 钱财可以 为上帝使用来祝福 他的儿女 祝福教会和 祝福世界 但也可以被撒旦 利用来变作 对世界 对基督徒 对传道者 成为一种咒诅 上帝是钱财的主人 因为圣经讲 上帝是创造主 地和其中所冲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 诗篇二十诗篇 第一节 我们连生命和钱财 都是他的 我们看以色列人 在建造第二个圣殿的时候 当他们缺乏资金 上帝就借着先知哈盖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哈盖书第二章第八节 上帝是一切财富的主人 上帝也曾经 借着摩西提醒那些 在钱财主权上 有错觉的 以色列人说 同伴的心里说 这财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 耶和华你的上帝 因为这财财的力量 是他赐给你的 人呢 往往受试探 以为是自己在创造财富 但基督徒传道人 千万不要忘记 上帝才是真正的主人 中国古人倒是承认 富贵在天 我们只是管家 圣经清楚地表明 我们只是受主人的 足托 代理 成为他的管家而已 虽然我们说 所受托的不限于钱财 但因为我们今天是 只讲这方面 旧约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 就提到 亚当下巴 甚至在受到之前 上帝已经想好 要他们代管 上帝所造的 世界上的各种的事物 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二十八节 在新月当中呢 就有更多次的提到 这个管家的观念了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四十五到五十一节 二十五章 十四到三十节 你手边有圣经 不妨翻来看一看 对于管家呢 就以钱财来说吧 有什么要求呢 也是一样 首先要忠心 保罗说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其次呢 管家要经过事业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易 在大事上也不易 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 第十节 耶稣所讲的 所以 保罗在教母书信当中呢 也提到了 不认识做长老 或者是做执事的 其中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贪财 特别是不贪 不义之财 提摩他前书 第三章 第三第八节 另外呢 圣经说 管家呢 每一个人最后 还要交账 第二呢 我们讲完了 圣经关于 上帝是物主 我们是管家 以及管家所 需要的是 忠心 经过试验 并且呢 应该要意识到最后 要交账了 这几个方面以后呢 我们就来举点实力 看看圣经当中 在处理 钱财上 正反 两方面的势力 圣经呢 除了 有许许多多 关于钱财的教导 也留下了不少 正反 两方面的人物 有的呢 就自作为我们 现代人的一个榜样 有些呢 特别可以作为 传道者 基督门徒的一个见解 圣经并没有讲 金钱是万恶之根 但是圣经是讲 贪财是万恶之根 人如果是 崇尚拜金主义 就像耶稣所讲的 去侍奉马门 好像中国过去的人 包括现代人 很多人都 财神 如今呢 不是有很多人 一起向钱看齐吗 以金钱为万能吗 也认为 有钱能是鬼推磨 更加有些人 以权谋利 以利得权 那么这样一来 对己 对人 对社会 他的坏的结果呢 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了 圣经当中呢 也留下了一些 诗诸 半叠在金钱坑当中的人物 有些呢 还是一度显刻一时的人物呢 就以旧业先知 巴兰来讲吧 圣经讲 他为力 往错谬的道上 直奔 贪婪的心 驱使他的双脚 蒙蔽了他的双目 使得他敌我不分 为财力 尽可以接受 咒诅本国的人民 特别是那般酒精奴役的 痛苦的 今天刚刚是脱离压制 而蒙神 带领赐福的同胞 那个 他所骑的 无知的 那个驴呢 尚且看到了 天使拿了刀在路上 要杀他的 这个主人 但是 这个印度贪财不顾一切的 巴兰呢 竟然不晓得 反而抽边 要猛打那个 护卫他 脱离灾难的一个牲口 巴兰为了利益 做了假先知 按照圣经 明书记所记的 他一记不成 又是一招 就把同胞 现在犯罪的警惕 但是他最后呢 自己落得 身败 淫烈 以铲死告终 而另外一个事例呢 就是 以利沙的仆人 吉哈希 他也是为了贪财 而且呢 又说谎 当先知 以利沙问他 他还不承认 私下 脱了先知的名 说去亚兰元帅 乃曼的财物 结果呢 就羞辱了上帝的名 也破坏了先知的 工作的见证 所带来的影响 以致 令到这个大麻风 就临到了吉哈希 而且使他终身 不能得到解脱 大家可以看看 猎王记下 第五章的 这个记载 至于在 近迦南的路上 留下的雅各谷 也就是连瑞谷呢 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说明贪财的危害 事情是讲到雅干 因为贪连金子银子 和华美的衣服 私下的就 尝语了一些 上帝 说是当灭之物 结果呢 就使得以色列人 大败在 败城 之前 而且造成 三十六个人 双亡被杀 而当 约苏亚 要查点的时候呢 一直要 点到他头上的时候呢 这个雅干 才讲出真相 我们知道 按圣经所记 结果他非但不能保住 金银财物 连自己的命 也不能保 当众被处使 在他的 尸首上面呢 累起了十堆 就成为一个警示之处 雅各谷 成为一个连瑞谷 不易的财 非但害死他自己 也害死了其他许多的人 旧约里面 这些记载 新约又如何呢 新约当中 最臭名昭著的贪财的人 当然是莫过于 耶稣 十二个使徒之一 犹大了 他为了三十块钱 当然 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以及更大的贪婪 结果他竟 出卖了他的老师 把耶稣交在 敌人的手中处使 犹大这名字 原来的意思是赞美 结果竟成了 一臭万年 以及作为 魏力 作叛徒的一个 典型的人物 而另一桩惊人的事情呢 是发生在 教会新兴的 使徒时代 那就是一对 顾名钓鱼的 属于是贪恋钱财的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了 他们竟敢欺哄圣灵 也就是欺哄上帝 最后呢 我的双丝横逞 就好像 俄国大作家 所讲的六尺地品 来作为他们 撞身之处 大家可以看 使徒行传第五章 第一到十一节 我相信大家 对这事情是熟悉的 此外呢 圣经 新的圣经也记得 一个少年官 他是个财主 一度他虽然有求道的心 而且不怕光天化日之下 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 来求问永生之道 更何况呢 他有良好的宗教 家庭教育的背景 也受过很好的教养 又有钱又有地位 他很可悲的 圣经说到 他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 他不看到他价值观 以及真正的人生的目的 结果在耶稣考验他 跟从他的决心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要他变卖一切 分给穷人 然后再来跟从他的时候呢 结果这少年官 就悠悠丑丑的走了 为什么呢 圣经是这样的注解说 因为他的钱财甚多 舍不得 在他还是钱更重要 以至于耶稣 很感叹地说 有钱人 尽天国是何等的难啊 更难于 骆驼穿过真眼啊 耶稣也讲 人的财宝 在哪里 心也在哪里 我想下面 请大家先听一首歌 《明路生命册》 《明路生命册》 世上既听我千坚 我心却不留意 我只盼望到天国 海平安向父亲 天国有一生命册 全夜何等归光 请问耶稣自备主 我命一步路上 愿将我命路上 全夜何等辉煌 此次就在天国藏 愿将我命路上 天国花美之成衣 光临灿烂幽浮 举足之人相诸容 皆穿雪白衣服 雄鹅永苦能尽入 绕集其中了土 天使守护 天使守护同赞美 我命写在天土 愿将我命路上 全夜何等辉煌 此次就在天国藏 愿将我命路上 是的 耶稣说人若赚在全世界 去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一处呢 人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 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说 钱财真的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吗 应当说 对有些人是假 但对另外一些人呢 绝不是假 圣经也留下了不少光辉的人和事情 注意勉励后世 以及勉励今天的人 尤其是勉励主的仆人 旧的圣经当中的越过 当然是一个有钱的人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货币 但按照他的牛羊骆驼来看呢 他是很有钱的人 但明显的 他又是个义人 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完全正直 甚至撒旦呢 都不能否认 在他追想 过去的光景的时候呢 岳伯就说 我拯救 哀求的困苦人 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 我作为虾子的眼 缺子的腿 我为贫乏人的腹 我打破不义的人的牙床 从他的牙齿中 多了所抢的 我想为负不仁的帽子呢 肯定是套不到他的头上 相反 他是赋予爱心和公义的人 尽管他在世界上 有许多的财产 哪怕由于撒旦的诬告 攻击 上帝也允许他 丧失一切所有 但若伯 仍然在妻离止伤 这样的一种时刻里面 他这样讲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他 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我侧生出于母父 也比侧生归回 他知道真正的物主是上帝 他只是一无所有的管家而已 他知道人的一生 喜乐莫过于终生行善 亚伯拉罕呢 也是当时代的一个有钱人 而且在他帮忙的 索多玛王 就是五个王 从另外四个王手中 都会 所掳掠的财务的时候 索多玛王要酬谢他讲 你把人口给我 财务呢 你自己拿去吧 但亚伯拉罕怎么样讲呢 他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上帝 耶和华启示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是亚伯兰副主 只有仆人所吃的 并与我同行的亚赖 你是个 曼利所应得的份 可以任他们拿去 大家可以看 《创世纪》十四章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就讲到摩西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务更宝贵 又讲到大卫吧 当他自己身居王宫的时候 他对先知纳丹说 看啊 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中 上帝的约会 烦在帽子里 后来 大卫虽然没有 蒙运阵 由他来建造圣殿 但是大卫说 我在困难之中 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金纸 十万他年的 银纸一百万他年的 铜和铁 多得无法可撑 另外大卫的后代 波阿斯呢 也是一个财主 也是能够善用钱财 做有益于人的事情的人 所以在新的当中 那个像圣鹰耶稣 献上黄金 乳香和墨药 等等尊贵礼品的 东方的博士 那个建造耶稣以后 也已把一半的家财 分给穷人的税吏长 撒盖 那位在门徒 围建 俊破的时候 为耶稣 愿意献出 自己新墾的财主 要离马太城的 约瑟 以及 为了早期的门徒 聚集 提供了大楼房的 约翰马可的母亲 和那位 拜了田产 奉献给新生教会的 巴拉巴 以及 日新破财费力 接待为主 劳力 外出 做步道之工的 开游 在约翰三书第五节 所有这些 都是光辉的范例 说明 钱财在上帝 忠心有爱心的儿女手中 也能够为主 为教会 为人群 成就各种的善事 和美事 正如贪财 或者说 不能正确的对待 和处理 钱财的 就将使使徒 变为贪徒 把先知 变成假先知那样 也会为自己和别人 带来灾害 甚至死亡 第三 我想谈一谈 教会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应当注意的选项 今天呢 不认在西方 东方 钱财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越来越高了 基督徒 传道人 也在 试探的包围当中 必须要非常地警醒 求主保守 能够不被钱财的迷惑 说困扰 保罗说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赖钱财 大家还要注意这一点 今天的教会呢 正处在老底家的时代 自以为富足 一样都不确 我们说在圣工当中 这教会的行政当中 有一个倚靠物质 倚靠金钱 而活适灵性的一个倾向 不是在信 望 爱上富足 而是追求物质上的风域 传道者 教务人员 也应当常常反攻质问 以及省察自己的光景 第三呢 我们说当会众很少 经济困难的时候呢 固然容易受到压力 或者他那现今的世界 而离开了圣者 但是教育增多了 大量捐款的时候呢 又要公私分明 能够连接自首 在特殊的情况下 经济可能一时不便于公开 但我们说必须要有一个小组 不少于三个人 来共同记录 管理 包括收支的项目 都要有清楚的入障 一旦环境许可 应当要增加经济的透明度 并向民主管理 当用的不能不用 不当用的就绝不用 不当用的就绝不用 要使十一 和各项的捐款呢 各得其所 前不久呢 有一个很兴旺的一个教会 有许多的汇总 但后来因为所谓的账目不清 产生了许多的麻烦 并且毁损了教会的声誉 引领到了那些公寄教会的人 找到了把柄 所以必须要注意 第四 传道人在捐款 连借 接见上的 都应当做信徒的榜样 如果像过去的犹太人 能说不能行 或者像法利赛人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去暗中 圈吞寡妇的财产 这样就非但 毁了自己的灵性 也半叠了很多的信徒 并且羞辱主的民 第五 不能因为钱财就居情宴 巴结套好那些有钱的教友 看清贫穷的信徒 或者让有钱人 把持左右教会的一切的决定 而不接纳一般教友的 合理的意见 这些都是在教会当中 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第六 传道人最好 不要直接的主管 教会的经济 除非是不对 但又要以 属灵的眼光 来关怀 教会经济的一种 正常的运作 有的时候呢 传道人也必须要经受钱财 但是在这样的时候 务必要手续清楚 像保罗在办理 转交捐款的时候 带了一个弟兄作为旁证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第七呢 传道人不要为力 诱讲上帝的道 应该效法保罗 就像他效法基督那样 在使徒行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五节 保罗留下了非常加美的脚踪 保罗能够对长老说 烦于你们有意的 我没有一样 必为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的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 常供给我和同人的虚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教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私比受更为有福 何等光辉的范例 这对今天的传道者来讲 在处理有关钱财的问题上 仍然是光芒适色 同时呢 第八点 我想还加一点 传道人 不要的 要懂得一点财务上的事情 经济上的账目 要学会 能够懂得怎么处理 免得受骗 或者免得因无知 而造成差错 我想关于这个钱财的部分呢 我就只讲到这里 在我们讲第二部分 关于惩戒的问题之前呢 我想请大家听一首歌 我宁愿有耶稣 如果试探 你的是金钱 那么 你更加 应该像这首诗所表示的 我宁愿要耶稣 我不要钱财 我更加不要犯罪 更加不要羞辱主 影响教会 伴给信徒 我宁愿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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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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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地图 愿主顶横守 引导我遣住 胜过作君王 虽从知望方 却忍受罪恶捆绑 我宁愿有耶稣 生于世上 荣华富贵神王 好 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惩戒的问题 我们说撒旦呢 不是污蔑上帝 为一个严厉的法官和无情的债主 就是把上帝描绘作像圣诞老公公 或者是一个灭爱者的一个形象 惩戒要不要 教会几率要不要 其实呢 在神学和圣经里面呢 是有光照的 也有依据的 在教会历史和今天的现象当中呢 有的时候传道人 仅仅讲律法的规条 有的呢 就猛传 但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也说 上帝也是烈火 上帝曾经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名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有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同时呢 上帝也宣布说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上帝不轻易烦怒 像我们人那样 但上帝并不是不烦怒 他赦免人的罪 当代人的罪 但他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耶稣是羔羊 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他是中宝为人求情 但也是大日的审判者 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 但是他也是那位有两恩利剑的王 耶稣基教导人要学习好撒玛利亚人 残国医治受难者 但是耶稣又说 要把影响全身死亡的一个手 砍掉 或者把一个眼挖出来 整本圣经也充满了这种全面的平衡的例证 尽管上帝先呼召躲在灵中的亚当和夏娃 并首先宣判蛇的命运和用这个羊皮为人做衣服 让他们预寒 使他们能够遮羞 并且让他们仰望要来到的救主 就是上帝的羔羊 但是呢 人类的始祖呢 仍然是按照上帝所宣布的 去了禁国 彼得使 哪怕上帝在 该影杀了亚伯以后 提醒他 但是并没有放过他 给他 恶上做了个记号 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 但是该影仍然要离开上帝的面 漂流在世上 上帝一度好像宁可 处自己食言 让他的先知越拿受到困惑 却免除了预定 要降在尼尼威大臣的这个豪杰 但是呢 到了先知 那哄的时候 尼尼威呢 又因为 罪恶滔天 结果还是 落得 腐蜜的 一个恶运 所以在心悦当中 耶稣既用手 覆没 这个大马蜂的患者 但是他也推倒 圣殿当中 贪婪的 对方年轻者 的桌子 并且用绳子 当作鞭子 赶出那些 饭买 牛羊 鸽子的 可以说毫无疑问 教会作为上帝的国度 神的家 必须有纪律 有成见 正向世界上 国有国法 家有家教 西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 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 管教你们 拜你们如同拜儿子 因有儿子 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否儿 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的管教 也鞭打 凡所收纳的儿子 这段经文呢 指出了 这个 除了指出 这个 惩戒的必要性 也提到了管教 和惩戒的一个目的 他说呢 深深的父都是 战随几亿管教我们 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 需要我们得一处 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呢 去为那经练过的人 借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希伯来书十二章 十到十二节 管教呢 顾名思义呢 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和教育 就是以惩戒吧 也是为了警戒自己和别人 不要再走上错路 更加不要越陷越深 何况这里说 上帝的心意 并不是降灾火 乃是赐平安 我要教我们 末后有子王 上帝乃是父母心 这被管教呢 都是为了我们的一处 为了挽救教育 而不是为了惩治 而惩治 更加不是一分子大事 教会一切的惩戒的处理呢 也应当本着这个精神 另外呢 也要顾忌 不要令到上帝的名 和他在地上的家 也就是教会 遭受到毁谤 受到羞辱 我们说 纵观圣经 教会当中 包括传道者 基督徒 甚至领袖呢 需要接受惩戒 管教 或者处理的呢 不外乎在生活行为上 工作之手 以及信仰 教义上有差错 或者甚至有罪行 或者又可以分作呢 对上帝 对教会 对教友 以及领袖 对社会 对家庭 对自己的职分等方面 出了问题 需要纠正 要悔改 要受到处罚 圣经当中提到 有的是因为传义端 败坏人的信仰 比如说 有人讲 复活的事情已过 否定复活 有的是因为 鲜染不做工 有的是公开的犯淫乱 有的教友 他们之间有闲谢 有的有接党纷争 这个呢 有的呢 还有反叛 好像摩西时代的大丹 雅比兰 有的是贪财和贪污 有的还卖主卖友 有的是假基督 假先知 假师父 有的是在教会当中 好为首 肆意的弄权 有的是肉体软弱 而有的是任意妄为 形形式式的问题 不一而住 在处理的时候呢 要按照圣经的原则 要看问题的性质 危害的生前 影响的大小 犯错的次数 挽回的可能 环境的因素 个人的悔悟 以及会众意见 综合这些方面 来考虑 我们说有些明显 是在善恶 斗争当中 属于敌我的矛盾 没有调和的余地 不能姑息 约翰这个爱的使徒 对于传义端的人 甚至吩咐门徒 不能向他问难 意思就是说 用今天的话就是说 要划清界限 再说有的 像哥林多教会 有一个是公开的犯 淫乱 乱人 而又不悔改 保罗 也写了 爱的诗篇 也就是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的那位讲 把这样的人赶出去 交给撒旦 但是他一旦真诚悔改了 保罗又吩咐 不要责备太过 反而重新的接纳他 绝对妄想用金钱收买圣灵恩赐 以图私利的 那个行邪书的西门呢 尽管呢 他也随大流 曾经受过洗 但彼得宣圣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 这些是非常清楚 没有调和的 但对于教会当中 通常出现的差错过失呢 就应该按照主耶稣教导的步骤去行 首先呢 他若弟兄得罪你 就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呢 止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这是在弟兄姐妹当中的问题 这样做的是挽回 是要得罪他 而不是要排除他 羞辱他 其次 如果他不听你呢 就带着一两个人同去 听两三个人的口 做见证 让他意识到 集体的关怀 和关注 以及 这问题 必须要解决 再说 如果还是不听呢 耶稣就说 就告诉教会 如果不听教会呢 那就表明 他不愿意接受 教会的判断和处理的方式 这个时候呢 只有把他看作是 像非基督徒一样 第二的时候呢 就依循其他的图景和方式 来对待了 但教会 不应该像中世纪那样 行使 这个司法权 用义端裁判所之类的去处理人 教会可以终止他来领圣参 或者不让他选举 和有被选举权 最严重的也可以把他开除教计 按照耶稣所讲的 上天是尊重教会全体的 一种属灵的权定呢 把他福音十八章十八节 教会传道者和牧人呢 因他本着爱心 做诚实话 做诚实的事情 做到人之意境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犯罪错的人 原来是硬心顽抗 那么就揪有自取 他自己的罪责了 最后部分我想讲一讲 在今天教会生活当中 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就是要很谨慎的处理 背道的问题 尤其是传异端的问题 不能借口说 什么学术自由啊 言论自由就公开的 容忍宣扬和教会 所接受的基本信仰 圣经要道相反的言论 但是呢 也不要轻易的扣帽子 更加不要打钝子 要分别个人的认识 和公开的传播之间的不同 第二 在适风日下 家庭离乱的时代 对于离婚 淫乱 同性恋之类的问题 要慎重的看待 不要教条主义 但也不要跟着 社会的议论走 擅自的挪移 是非的戒指 传道者 在男女的关系上 勿要正常 第三 对教会内的分门别锐呢 也需要关注 和妥善的尽快解决 第四 在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 教会的财务人员呢 既要有属天的智慧 又应当要防止贪污 挪用公款 借工济士 一旦发现了 也必须要严重的处理和解决 以上这几方面 都是和陈处有关系的 我想最后小解一下 这个用笔者 就是我自己很多年前参与的 处理的那张事情 那作为今天 对钱财和惩戒问题 这课题的一个小解 当我读神学的时候呢 有一次 一位其他教会的同学对我讲 你们教会相信 算命 我说当然不拉 他说来看 你们教会有一位 非但是相信 而且还从事算命的责业呢 这实在是令我大事一惊 以后呢 经过了解 这一位呢 确实是在某一个地方 开设了一个算命的铺子 墙上呢 贴了我们教会的年龄 这个桌子上呢 放了一本圣经 但所做的呢 确实是粘卦算命之类的事情 更加令我吃惊呢 他非但是教友还是知识 在深入了解下 原来是地方教会的一个长老 介绍他加入教会的 而这个长老本身呢 又在暗中抽烟 在我去拜访他的时候 偶然的发现 那么这牧师是否知道呢 也是知道 那么为什么不处理呢 哎 他怕一箭伤雕 失去两个教会的资源 以及在很少人聚会的时候呢 显得人数更少 尤其是失去他们的捐款 哎 这难道应当 长此以往吗 后来我们联络了几位和牧师谈了 也拜访了这位长老 也征选了他的意见 而且我们遵循耶稣在 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步骤 一次又一次的 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好的建议 希望他改行 或者提供帮助 以解决他生活的问题 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他认为收入呢 不会像以前这么多了等等 结果呢 我们只好经过唐董会通过 并且提醒教会全体呢 把他除名 有的时候他还要来 我们就在他算命的场所 张贴一个教会的决议 弟兄姐妹同工同道 你认为教会 为什么会起先不这么样做呢 不这么样做 是否会造成教会真正的冷落呢 而后来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必要和正确呢 请你们接下今天的课题想一想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